Yi 妳說妳正常 她說妳不正常 我就問 妳正常嗎 好 今天來的都吵架王 對啊 我這邊是浩如 嗨 還有一貞 嗨 來 牛肉麵天王 趙哥 好 最近心情稍微平復一點的 我心裡很好 我不吵架囉 OK OK 來 我們的祁鈺 哈囉 自己的主播最快吵架了 那我先問各位 妳覺得跟哪一種人吵架 是最沒折的 A 老人 B 老女 不是 女人 不是 女人 不要自己家 也是 女人 女人 女人都已經夠沒折了 來 再加一個老 也是 女人 OK 好 A還是B 請舉牌 最了解 浩如選A喔 我選A 像我這麼回採架 遇到老人沒辦法 我只是要接我媽媽 然後跟她約好的時間 她又不下來 巷子又很窄 我又沒辦法停車 打電話 他們都不曉得為什麼犯電話 也不曉得為什麼犯電話 傳訊息也不回 最後她下來了 接到她說 媽 怎麼 不是跟你約10分 8點10分 你現在都幾分 8點半了 我不能停車 你知不知道我要被開單 被警察一直趕 你怎麼沒有準時 老人不能講耶 老人講不得喔 怎麼樣啊 我下樓我也尿個尿啊 尿個尿不行啊 我尿個尿之後 我先開一下冰箱拿個饅頭 我不行嗎 然後他們自己會那個 對啦 老人該死啦 對啦 就會講這種死不死這種話 她說我 你以後不要來了啦 我也活不久了啦 活不久了 你還要唸我啊 我還要聽你唸我 對 到時候你也不要來拜我啦 對 然後最近 我媽媽又感冒 然後發燒 上吐下血 那這個症狀我們講說 既然有發燒要快篩一下 她說媽媽你篩一下 我幫你弄 怎麼樣 你看我是快死了是不是 我有死嗎 你現在覺得我哪裡覺得 我快快死了 還是像快篩一樣 要快篩嗎 她說怎麼樣 我好得很啊 怎麼 因為要把這個掛在嘴邊 你不能講他 一講就要吵架 會怎樣 她會說 塞陰陽啦 對 她是陰陽還是陽 她講快篩 塞陰陽啦 對啦 她講她去健身 對啦 我就去找 然後那個 那有教槓鈴的那個 那個營養精神啊 那我覺得 我覺得爸媽真的很愛 就是跟子女吵架 像我爸就走那種 以老賣老路線 然後比如說現在沒雞蛋說 沒雞蛋不會吃鴨蛋 現在年輕人我們以前 過得多苦 跟你講我六歲開始讀書 我十六歲開始離家工作 二十六歲結婚生 你們年輕人 你看 你就是太晚出來工作 然後我說那不是 你叫我去念研究所嗎 我爸就這樣 對不對 所以她就很依老奈老 然後最後呢 我就是反駁她 我說對啦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不用念書啊 反正你大學沒畢業 早點出來工作 你最厲害 最後都說 你不是我的女兒 你出去 對 沒有這種話 對不對 那我們這兩位剛剛講的 雖然都是老人 但其中有一位 講的就是女人 對吧 所以基本上 老人跟女人 所以美人姐剛剛透口的出 也沒錯 對啊 也沒錯 只是說 因為老女人有貶義 不然她其實想講的是老女人 對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老人當中 也有一半是女人 跟女人常常 然後最可怕的就是 女生很容易就是一直 一直去 對 一直去鑽 然後 一直講 一直講不完 那一次是剛剛好 我跟我男朋友 然後帶狗狗一起去狗公園玩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狗公園 就是怕狗狗會不小心衝出來 所以會有兩個門 就是讓狗可能說 一個門開了 另外一個門 至少還沒開 我們一進去 她要先帶狗進去玩 我要先在外面裝水 我還沒要進去 所以她就先開了外面的門 她沒有關 她沒有關的時候 她要再開裡面的門 重點是 她只是在做這個動作 她還沒有開喔 這時候裡面就有一個老 不是 就有一個女人 長輩女人 就有一個長輩阿姨 她就忽然破口大罵 說妳在幹什麼 妳要幹嘛 趕快把門關起來 那個兩個門都沒有開 她就一直在講說 因為怕裡面的狗出來 然後我在那邊一聽到 我也立刻想說發生什麼事 那因為我怕 就是引起症狀 所以我也立刻罵我男朋友 說妳在幹嘛 我都還沒進去 就是妳知道 先罵了 人家至少就會比較客氣一點點 我男朋友 一直狂跟那個阿姨道歉 那阿姨就像發了瘋的一樣 連豬炮 連豬炮一直罵 然後一直在那邊鬼打牆說 妳這個人怎麼心地那麼壞啊 不是妳的狗衝出去 就不會死嗎 什麼什麼 就開始說我們 很不負責任 但是自始至終 那個門都還沒開 真的都還沒開 她一直罵 然後我男朋友道歉 對 她一咬到 要等打雷 對 那是烏龜 那是烏龜 那是別 那真的就像是別 我當下真的覺得她 好像是在罵我們 像在罵兒子一樣 一直罵 一直罵 罵不停 然後我就心想 天啊 媽啊 我真的是遇到鬼了 然後我們一直道歉 她也在那邊死 死不願意 在那邊鬼打牆 我就決定了 她怎麼瘋 我也要瘋一點 我就拿出殺手劍 妳瘋自瘋 妳怎麼樣 我就跟她說 我們都已經道歉了 要不然妳還要怎麼樣 狗也沒出去也沒事啊 她就說 道歉就有用嗎 妳這樣子大家都一起道歉 我說好啊 那我跟妳下跪 妳很瘋耶妳 我真的下跪 我真的下跪 我說這樣可以了嗎 我都叫妳跪了 可以了嗎 然後跪妳 那個阿姨 一般老人會這樣 妳不要跪那邊 我跪妳 我跪妳 那是因為我 然後我跪了之後 那個阿姨就有一點尷尬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已經覺得 這個架真的沒有必要吵了 然後那阿姨就 發現這樣就不對了 然後就給我走掉 是瑤雅這樣講 妳有沒有覺得其實真的 女人吵架比較可怕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女人比老人可怕 因為我就是也不斷 我會跟瑤瑤一樣瘋的阿姨 對 我很瘋 是跟瑤瑤碰到的那個阿姨一樣瘋 還是跟瑤瑤一樣瘋 年紀是阿姨 年紀是阿姨 但差不多跟瑤瑤一樣瘋 我還好嗎 我成為了這樣 停止這一切 所以我跟她下跪啊 我覺得妳真的太屌了 妳知道那阿姨 我碰到的也是 就有一個阿姨呢 她就是急著 剛好她想要左轉 可是左轉前面的車子 已經堆出來了 她就 給妳壓到那個搬馬線上 好了 好時不時她就紅燈了 所以我們要過馬路 我們是不是綠燈 她就壓在搬馬線上面 那那時候因為剛好 我帶我媽去回診 從醫院出來 那你知道因為很多老人 我媽就跟我說 算了...我們從她車子後面走 我說不行 過馬路 妳一定要從她車前面走 萬一她倒車沒看到妳怎麼辦 是 我說我們從前面走 那個阿姨她已經 因為她其實知道 她壓在搬馬線上 所有的人都要繞開她 她在車子裡面看手機 她好像不敢 因為大家都會這樣一直看她 意思就是說 妳怎麼不把車後退一點 那乾脆不要看大家 她後面 我實在受不了 我就輕輕的 真的很輕 敲了一下她的車子 我說不好意思 麻煩妳後退一點 因為這邊很多老人家 妳知道她窗戶搖起來 她就說 怎麼了嗎 她就這樣回我這一句 我就看著她 我就愣了一下 我說等妳撞到還得了嗎 太太 我說而且妳沒有看到 這邊都是老人嗎 我說妳本來就不應該 壓在搬馬線上面 對 然後你知道她就這樣 我說我告訴妳 我本來就是要左轉 那紅綠燈剛好變紅燈 我也沒辦法 那我現在進退都不是 意思是說她進退兩難 進退兩難 對 然後我就說 好啊 那我現在是 祝妳過馬路的時候 祝妳車子不要有 就是不要有車子 擋在妳的搬馬線上 讓妳可以好好過馬路 我會這樣 她就這樣 妳說什麼 妳說什麼啊妳 我告訴妳 她下車喔 她就真的開車門下車 我現在有撞到妳嗎 妳是怎麼樣 妳現在恐嚇我是不是 我愣了一下我想說 我哪一句話 我就直接問她 我說哪一句話恐嚇妳 妳是TV有問題啊 這叫祝福 對 所以我也覺得 我是在Wish You Love OK 結果妳知道她很誇張 她就一直講 她說妳以為我不知道嗎 所有的行人都在看我 我說對啊 那妳都知道了 那妳還好意思嗎 她就說那怎麼樣 報警啊 報警啊 你們都這樣子恐嚇我 我這裡就退不了嘛 那妳現在我怎麼樣 妳還要罵我 什麼這樣 報警 報警 就會叫我報警 我想說真的有病耶 結果我跟妳講路人 我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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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報他 結果妳知道因為 那個時候當時因為綠燈了 那她是不是旁邊的車子 就開始過 她的車又擋到人家了 我想說好 OK 算了 然後我就拉著我媽 我說好 那我們就走了 不要跟她吵 妳知道她在後面 就是說什麼 我出門遇到很多人 我說 罵我神經病 妳知道我就轉過來 結果我還沒罵 旁邊的路人 就開始指責她 真的就開始包圍指責她 然後就有一個先生很酷 她就這樣 她說 好啊 那就報警 反正我們來看看 叫警察來看錯的是誰 反正她現在車子也動不了 那我們就報警好了 話一講完 一轉頭 因為她人不見了 人不見 那車呢 車就趕快想要嚕走了 因為她聽到人家說 真的要報警 跟哪一種人吵架最沒折 我們看網友的反應 A還是B 你覺得跟哪種人吵架最沒折 聽聽QOL怎麼說 選A啊 老人 因為你只要跟老人吵架 他就會跟你說 你這是怎麼樣的態度 完全不尊重長輩 或甚至會罵你沒有家教 有一次我在騎樓 遇到一個老伯伯 他騎摩托車 然後呢 我就跟他說 這是騎樓 不可以騎車 應該用千人 他一秒變臉 直接跟我說 你這年輕人真是沒家教 要是你是我小孩 早就被我打死了 後來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跟他說 那你自己小心一點 注意安全 結果他更火大 直接說 後來我就傻眼想說50歲 這完全不可以溝通 當然是老人啊 你知道 想問我爸 我爸又老犯 你知道他現在都已經快70歲了 還在喝酒 然後呢都快70歲了 還在躲抽菸 然後每次回去都勸說 就跟他說你不要喝酒啊 不要抽菸 會怎樣 會對攝影機票跟你講 他就很誇張 根據調查 多數QOL投給了A 老人 得票比例74% 你覺得正常嗎 唉唷 74%呢 都覺得是老人 所以選女人的比較少 選B的請噴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先選B的請按下小鈴鐺 投人 請按下小鈴鐺 前稍妁 喔 請按下小鈴鐺 有 Schweine 不放消息 這個請按下小鈴鐺